欢迎大家来到这里,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,精神功德为何放生是现代人的福报的法门呢? 今天我们来聊聊放生,一种看似神奇的行为,背后的功德却是让人难以的想象的。 放生简直就是快速获取福报的捷径,古话说得好,救人一命,深造七七浮土,可见救命之举的功德有多大? 大家有没有想过,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森林,有一天可能就面临被宰杀的命运,而放生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,一个解脱的机会。 放生就是改变命运,就是消灾解恶,同时它还可以帮助你事业蒸蒸日上,裁员滚滚而来。 生命了怎么办,其实疾病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,心里也起着关键的作用,心态平和,生活愉悦,再加上坚持放生能带来好运。 你会发现奇迹悄然而至,因为放生不仅仅是解脱生灵,更是治愈心灵,甚至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康复。 如果你留意一下网络,就会发现许多明星,都是在通过放生记载福报,祈愿事业一帆风势,平安顺水。 放生的时机其实并不复杂,随时都可以放生,随时都可以发自内心的放生。 为众生祈福,只要你愿意,放生不分贫富,不分时间地点,人人都能够参与其中。 放生功德大道直接改变命运,迅速而显著,它不仅仅心善积德的捷径,也是一种积极的实践,一种解救生命的义举。 学活的讲究实践,而放生则是实践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。 不要以为放生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,吃树虽然止迹,但是放生才能真正的积极的解救生命的行为。 放生与吃树应该相互相生,效果才会更显著。 方便的地方是放生的一大特点,当年即可见到无数陷于困境的生灵获得新生, 这不仅仅是改变命运的力量,这不仅仅是改变命运的力量,更是解决冤屈的好方法。 放生不仅能够解冤消灾,更是就亲就有的利器,深深事实,我们都是彼此的亲人。 但由于业缘不同,今天我们或许成了人,而他们却沦为畜生,通过放生,我们可以帮助亲友百多苦女,重新获取生机。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放生的深层的含义,不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,更是为了助人助己,为众生带来福报, 无论是救赎生命,还是解怨消灾,放生都是行最大的善的途径之一。 在修行的路上,我们常怀一颗慈悲的心,将放生作为我们的修行一部分, 期盼着众生都能获得安乐,最终得以往生极乐世界。 好了,如果你渴望真功,追求梦想,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,点赞分享,让我们一起起程吧。